逆琳,你现在在哪里啊? 之前爸爸接到个电话,说你出了事,你到底有没有事啊? 傻瓜,我没事,就只从扯破吵了几句嘛 我要是真出事了,现在就打不了电话给你了 是不是啊,帮我跟你爸爸说声不好意思啊,下次再去拜会他 嗯,那你自己小心点 你要想找人聊天的话,随时再打给我了,拜拜 苗苗,干什么一副死老爸的模样啊? 爸爸,你讲什么呀,你都没死过 又怎知我死老爸是什么模样呀? 哦,苗苗,你几时学到这么恶毒啊 哎,算了算了,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都没死过顶我的嘴 现在为了逆琳不禁顶撞我,还救我去死 女生相问呀,哎呀 爸爸,人家现在都心已经好乱,你还来调侃我 我几时顶撞你,哪句证你死了,你讲啊 没没没没,是我自己思觉失调乱详的 对不住对不住,你别生气了,我知你紧张逆琳 你放心,爸爸答应你,一定不会让他出事的 真的? 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正因为有了上面的那段对话 大老板才会及时出现 拦下了即将便要驱走逆琳性命的斩马道 又到了我的show time了 怎么样,我是不是化英雄啊,赢不赢啊? 上次我动十二少女就出来阻止 今日又要阻止阿叔我做事吗? 我十二喜欢阻止你做事 鬼叫我比你能打呀 不爽吗?那就来打我呀 大老板稍一用力,便将关公给甩得狂退了出去 妈的,上次我不同你算 但今日是我同这个打巴仔的私事 不关你暴力团的事 我说你是傻子吗? 现在是你化事啊 关不关暴力团的事,还有你同意吗? 妈的,这个光头老是要玩隐瞒了呀 这要是其他人 关公肯定早就乱起斩马道把他给剁了 但大老板的结束 不过这次你说的也对 这件事确实是与暴力团无关 那你还不闪开 你个死白痴 我说不管暴力团的事 又不代表不管我大老板的事 不管我的事我就不会来了 你当我是来沉运的呀 我是来救人的啊,你个傻屌 丁年,原来你讲话这么好笑 不要吟我笑 伤口好痛啊 这种幽默感是与生俱来的 不懂我心上你就闭嘴吧 逆临的笑声是彻底的激怒了关公 所以他便不管不顾的回道 就朝着大老板劈了过去 妈的,我和你拼了 劈? 你拿什么跟我拼呢 人家光偷你也光偷 是不是特别崇拜我呀 真的是来也快去也快呀 只听得砰的一声 大老板便是一拳 就将关公给轰得直接飞起 而在夺过关公那乱舞的斩马刀之后 他那一记庐山圣龙霸 便是直接就困乎在了关公的下额上 现在我就让你试一下 我的老板圣龙圈 关公与大老板的实力相距甚远 被轰的燃烊马帆 也是合情合理的结局 再一招就kill你 我,我何有货 有货就有货 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呀 我的货多到能够砸死你呀 横竖都有货 今日我就大臭病 打个五折给你 虽只用上无分脸 可大老板此刻却大有军临天下的气势 而相比起大老板 关公的这一拳简直就是全无看透 两拳还无触碰 几乎便可以撂到战国 关公毕竟会被轰至极时丈远 重创倒地 但是事无绝对 就在关公的拳头即将轰出之际 一条身影便是急速地闪置了他的身后 关公,你先休息一下 这招我帮你顶 没错,来人就正是玄之龙 只见他一记手道 就将关公给批晕的同时 那一记势大力臣的踢腿 便是直接就向后甩了出去 在砰的一声巨响之后 二人便均是向后退了出去 大老板果然厉害 但我也不弱呀 之所以会发出如此感叹 是因为在对招之后 他仅仅只是退出了两步 而大老板则是向后退了三步 大老板在停下之时 则正好是被飞上半空的真步 给遮了个正招 妈的 是哪个鬼鬼祟祟的藏在那玩偷袭啊 又玩神秘高手 哎 你的脚怎么样啊 在大老板揭开真步之时 玄之龙已是带着关公消失不见 你扶着我点就行 应该OK的 男人老狗 扶来扶去的多难看呢 扶着难看 所以两个男人公主抱着就好看了吗 反正大老板稍一用力 就将逆脸给直接的横抱了起来 喂 你搞什么 快点 快点放我下来呀 你不用不好意思 我硬成了苗苗要照着你 就一定会做的脱脱荡荡 我不是不好意思 只是觉得肉麻呀 肉麻 整个果然我最靓仔了 不用那么多口水了 打了整晚 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 你叫我在你的怀抱里睡觉 让那些小的知道 我也会还怎么见人呢 你连这边肯定是挣脱不了大老板的 而另外一边呢 之前昏迷的关公 已经慢慢的清醒了过来 是哪个叫你那么多事 出面帮忙的呀 那个打八仔 搞得我小叔人不死人 就算一好都不知 能不能震得起身 你还阻止我动他 我不是想阻止你 不过刚刚那种环境 你输定了 我输 不是你出来打晕我 大老板都已经被我换了 关公这只大笨鸟 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如果不是玄志龙及时出现 那他现在才真的是 不死也要中伤呢 而要不是纪连哥 叮嘱了玄志龙要看着关公 那他才懒得管这闲事 不过现在嘛 这些话肯定是不能说的 算我不对 你先冷静一点好不好 给我闪开 你再出去搞事 我很难同纪连哥交代的 不用你交代 我搞定你离那个杂碎之后 会自己跟纪连说 OK 让你双手 你过得了我 就认你自由出入 骂他这么嚣张 你他妈敢小看我 真不是玄志龙小看他呀 而是因为关公跟他们 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上的 这不 只是两三个起落 玄志龙的大脚 便是直接就踢在了 关公的面门上 大家不是发泄体力 只要落点够准 一击就足够了 还打不打了 打 怎么打呀 别说关公 根本就不是玄志龙的对手 但是那踢在他当下的大脚 都让他根本就不敢轻举放动啊 你好啊 关公哥 其实我都是收到命令 刚刚有什么得罪的 千万不要见惯 你你的那条命 还有些作用 再等几天 你想他油炸还是轻正 都没有人再会阻止你了 玄志龙是以惊人的实力 按住了关公的怒火 但有些事情呢 却是怎么都按不住的 例如 刘炎 鸡仔鸣等人预袭一事 瞬间流传于江湖 就连驾驶堂的成员 也都开始在十二少背后 说三道四 看不出十二少平时不声不响的 做起事来竟然会这么狠呢 不就是过当吗 就要了人的命 鸡仔鸣还真是死得不值啊 这头讲那头散呢 听说是鸡仔鸣知道 十二少做过不少坏事 所以才过当的 总之就被人灭口了 不是吧 不是瓜就是菜咯 我们二十几岁 十二少也是二十几岁 怎么他上尾就上得那么快呢 就是因为他够心很熟了 我还收到疯啊 原来他帮老顶 做过很多见不得光的事啊 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啊 就是不好的事咯 等一下 我前接个电话啊 喂 喂 丧华呀 刚刚有人吹风 说纪连哥找人搞定了吉祥 现在已经把他给砍进医院了 双脚都被劈下来了 啊 这么大的事 好 等我跟兄弟们说下 再联络 新鲜滚烫啊 吉祥被纪连哥给砍进医院了 是不是真的呀 比真金都真的 听说是断了一只左脚 右手的三只手指也被砍了下来 找都找不到了 接都没得接啊 这两拨人看起来马上就要开战了 今晚肯定是有好戏看了 等我同志兄弟 叫他们这几晚有事没事都不要露头 免得错杀良民啊 在我们的身边呢 就总是有几个丧华这样的史非经 喜欢将事实夸大 在二侧创作一番 一天不吹牛 就好像被麻倪摇了一般的浑身都不自在 可是一旦看到郑主 他们就会立马围掉 就比如现在 有什么好戏啊 干什么 见我还活生生的站在这里 是不是很失望啊 吉祥哥 你 你没事啊 刚刚才收到疯 说你进了医院 真是都快把我给吓死了呀 是吗 这么关心我 那你为什么还在打电话四处放疯啊 为什么不直接打给我呢 放疯 不是啊 我正想打给你问一下你有没有事呢 你就出现了 现在整个人都放心多了 这么有心 这段时间公司流言四起 有的人就喜欢摆弄是非 别人吹他就吹 说的老大整个都成了反派模样 不过老大却一点事情都没有 十二少的好脾气 整个妙节都知道了 不是老大好脾气 只是他不想同没长脑袋的人计较啊 谣言止于智者 听到什么就信的那种人 长着脑袋就不是用来思考 而是用来装使的 就是因为这种人爱到处乱废 才搞得公司流言四起 老点已经说了 再有人敢在外面搬弄是非 就伸到他嘴外眼线 再踢他出共喊样 有了吉祥的警告 像丧华这样的小劫色 自然是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而在走出餐馆之后 吉祥便是立刻就拨通了十二少的电话 老大 这边那帮家伙已经被我按住了 暂时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什么流言蜚语了 对了 受到疯 重伤的那几个都被安排在了不同的地方 其中一个在牛下 转头我会踩过去的 OK 一切小心 有事在扣我 七天时间 无论如何都要把他们给刮出来 如果不能的话 你临头我就都有得烦了 就在挂断电话之后 十二少如是的想着这事 一股危险的气息 便是直接就扑了过来 啊 这都被我撞到你了 看来我同你还真是有缘呢 十二少抬头一看 站在他身前的就正是吉莲哥了 那么 这吉莲与十二少的相遇 到底是巧合还是 十二少与吉莲哥是相识在何时呢 二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相爱奇的故事绝对是要更加精彩 如果不想错过 还望各位多多的关注与支持